有位观众很厉害,David每次都可以跟到这些异童股 他说自己跟了一只953小时兄弟 或DK首时最终是升3.18倍,非常夸张 但明显是由511带着上升 511今天高峰也曾经升过9.8 其实他仍然只有一个小值,就是跟淘宝交直播 这个小值是否真的值得升那么多呢? 还有连带其他,譬如HKTVMall也会升 首先,在讲我的承见之前,先讲一些客观的事情 日线图让足一大支,恭喜恭喜 成交能否配合,恭喜恭喜 但如何进出这些股份呢? 总不能够用日线图 小时图可以吗?其实小时图也不太行 小时图也很大大小的 我想告诉大家,不如试试所谓的分钟图 因为说真的,这些是真的 操促一些说句,整个世界已经不同了 所以不能够不用分钟图 不能够以为是日线图,就可以出入这只股份 这样说,即使用五分钟图来说 例如,你今天看到最大波幅的就是 约膜10点尾,涌到14个多 然后又11点头涌回来 这个关节是很重要的 以后就看这些做人的了 第一,上方你暂时只能够用大约14.3做目标 不要再目标更多 原因有两个 第一,大升大跌 锁了一群人 那群人留下10元多 即是落过10元多半个小时 都不用输了 几成那些人已经害怕到蜡 所以,你试试给14.3,它一定是走的 第二,那时的RSI是96 现在其实是62 这些就是背驰,即是买盘不配合 所以,现在最新的目标只能够当回14.3 第二,就是当一阳一阴的时候 勉强强强,就是12.4 就是最后之阳烛的底部 大棍下来的阴烛就是12.4元 不如我简单一点 当成12吧,齐头 麻烦,又有幸想到第二波的 即是,有些人是这样的 即是真的很大胆 我经常都说,这些值得你赚的 因为你胆生毛 天生义品 不是人人的胆都有毛的 你是这样的话,值得你赚 但是,我希望大家贴还贴 如果后市再穿12 甚至乎最后最后通叠了 11元 现在将会迎来第二个顶 未必能穿14.3 而双顶的M字形颈线 就是现在我箭嘴指着11元 如果后市穿11元 就不容易好像今天 11元都能炒上13元尾 可能到时就真心散下去了 那同样地 其他我不想逐次去说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你看看这一只 现在几天升了多少倍 先是58亿市值 953 多少亿市值?7亿 有什么可以说呢? 平时我会推这些股份给大家吗? 首先第一它是蚀钱的 第二它连港股通都不如 因为港股通的门栏都要50亿 其实我不会推给你的东西 你生和死 其实是不关我事的 你不要问我 又这么说 你买得这些股份 都不是听我的 那为什么你想走的时候 你会问我? 不会 因为我又不是推给你那个 是不是? 所以呢 你有这个胆量 就应该自己去处理自己的苏州市 到时输了 那条路是自己选 就不要哭 第一就是这样 第二 讲基本因素了 其实呢 如果大家看到昨晚 陈豪和陈敏芝做直播 看上去都像是无线的 一哥一姐一线 是不是? 内地吸了 四百多万个人次的观众 那无线是有这些资源的 那希望他在大湾区 叫做有人认识 今天 亚氏都涨 曾经涨过两成 你追 我问你亚氏有什么涨? 刘石燕啊? 大哥 我只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连这样都输的 真心抵 你检讨一下自己 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好了 那我只可以这么说 没有的 三亿市值 你人炒你又炒 今天不止的 哇 你无线 那我叫做是他走 好了 Hong Kong TV 下午走 是 叫做最有条件的阿姨都是他 因为他一直都在做电商 卖货 货架很多牌子 已经签好约 其实他做 但是他有什么声 台都收拾了 艾威啊? 我记得好像有拍过剧 我只可以这么说 那些声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视呢? 707亚氏有没有这样的收视呢? 老实说 你不去炒毛记? 方东升红过刘石燕 是不是? 那就是这么说 所以我只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你不要觉得 凡是有些伪员 有些平台 他们就有这样的跟俩去做这件事 甚至乎已经有人在说 是不是 啊 为什么这个1797下跌? 是不是因为 终于他遇到强敌了 TVB都要进军这个世界了 所以呢 余敏雄都走开了 就是我只可以告诉大家 两天 这些也是 就是过两天 你就要找位走的了 其实 很多东西是不具备条件 是乱鬼地炒的 嗯 如果还可以炒多两天 可能都给多去 因为 其实一一都炒了好几天的了 还有留意一下 就是511这类股份 平时成交都相当之少的 可以少到只有几万 绝对是 你进了 你出不了 有些朋友 去问 就是 怎样去进511那样 那我迟了回答他 他就说 哎呀 我失败了个机会 其实可能你没有失败 可能你是逃过一劫 可能你没有因为进入到去 结果你有时间去坐 记住 这些股份是不能坐的 坐呢 你自己看看 究竟511是多少轮延下来 然后沉患了多久 被人耻笑了多少年 才有今天这样的小成就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自己小心点